呃...剛剛拿了四個獎 然後...剛剛拿了四個獎 心情都相當的開心 然後我心存國語力呢也是我 非常喜歡的一個頒獎典禮 因為可以在一個頒獎典禮裡面 然後可以跟很多藝人聚在一起 然後可以在近距離的 那個距離裡面可以看到藝人的表演 可以等於算是一個免費的演唱會 然後我覺得觀眾是更幸福的啦 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可以看到這麼多藝人的表演 我覺得那種感覺是更棒的 那你每年幾乎就是很期望 那你們的獎會你覺得有什麼挑戰嗎 沒有 挑戰很多喔 就是每一個人都希望可以每一年都有進步嘛 那我覺得今年的進步 那也是有的 然後我覺得... 然後覺得非常的開心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跟支持羅志祥 因為我覺得 剛剛有一段的表演 讓我覺得很像 那個...我是羅志祥 很像那個演唱會 那個...撐腰我下台表演的時候 那種感覺... 那觀眾全部... 呃... 站起來的心情 我覺得那種感覺好棒喔 那今天自己的表演好像也跟九里長 我們一起表演 那自己的表演 有沒有那個感受怎麼樣 感受啊 我覺得那種感覺就是一種... 老師叫你準備上台了 然後你就上台表演 然後...感覺啊 那種感覺就是很棒啊 然後可以跟很多藝人這樣一起玩 那是最開心的 完全沒有什麼競爭的感覺 是...在玩樂的感覺 所以韋伯在表演啊 林俊傑在表演啊 九里長在表演的時候 我們都在...在台下都會一起... 一起在那邊鬧 對啊 其實可以讓大家可以看到 那種很輕鬆 又開心的一場頒獎典禮 他今天不出現的話 有跟哪位都會想合作 甚至...就是希望才可以... 合作啊 我...想要跟... 阿莎合作 為什麼 因為... 呃...我們有好幾次的合作機會都... 都...本來有要合作的 然後因為任何的...任何... 不...不...我在說一次 呃...很想跟阿莎合作 然後因為很多關係都沒有合作到 像之前要拍戲嘛 然後...到... 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希望可以跟他一起合唱 一種對 你覺得演唱會請嘉賓是一個定律嗎 演唱會請嘉賓是一個定律嗎 演唱會請嘉賓是一個定律 因為要讓那個... 演唱會的那個主角下去換衣服 這是一個很正規又很...正常的事情 因為要換衣服 換衣服很重要 如果換衣服... 沒有請嘉賓的話 會冷場 那觀眾會在那邊都... 欸...這在幹嘛 他們也不知道在幹嘛 就聊天 欸...妳...妳...妳媽... 妳寶妹啊 打電話給媽媽 媽媽我在看演唱會 欸...出來... 就會很無聊 所以他就那個演唱會要緊湊嘛 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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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嘉賓是可以演唱會加分的 當然我覺得加分是 我覺得當然也有加分 為什麼會有加分呢 因為你可以拿到那個嘉賓的歌迷來看你的演唱會啊 然後禁止嘉賓表演完歌迷離開 這個門口跟票都要寫清楚 嘉賓表演完他的歌迷是不能離開的 他要看到完 那自己會有什麼擇責任的表情呢 通常都會邀請自己公司的師姐師妹師兄師弟 因為這是不用花錢的嘛 不用花錢 而且比較簡單啊 因為經紀人都同一位嘛 所以時間很好喬 那如果今天是請別家的話 那可能就要費用啊 然後還有時間問題啊 還不害啊 我這個人講話很實際 我不喜歡騙人 我喜歡就是很直接告訴他 就請自己公司的是最好的 最方便